你我話當年 粵劇對Megor的影響真的很大 因為他可以從中得到很多創作靈感 為日後編寫天空小說打好基礎 但是為什麼唐迪生這位粵劇界的一代宗師 不肯收Megor做徒弟 唐迪生和南海十七郎 我不敢說他的學問高下 但是兩個都很厲害 第一套劇我跟他抄曲 叫做《天上劇團》 唐迪生編劇 我本來要寫曲 但是為什麼要跟他抄曲呢? 學一些排場 天上劇團我抄完曲 抄了四個月後 我就倒杯茶 我說唐國 我拜你為世 千萬不要 他不喝我杯茶 他說有時你抄我的曲 我的字錯了 你給我改 你很聰明 他說你在哪裡讀書? 我說我跟那個老師叫陳愛銘 他說不怪 明師出高圖 不敢做我的師傅 除了粵劇方面 Migo 也拍過不少電影 最經典 莫過於和擅長做男生的名靈梁無雙 扮演一對情侶 當中真的有不少趣事 讓Migo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做過一個男生 最有趣的就是 在九龍城的花園樹拍外景 他做我的情侶 我當然是說 晴晴陀陀 我很愛你 他叫你發誓 你以為他怎樣 一靈轉變 你愛我? 蛤? 有沒有這樣的事? 我說喂 阿尚 你做我的情侶 你不能這樣說話 穿GND 再拍 哈哈哈哈 拍過這麼多電影 Migo 又最喜歡哪一套呢? 《出谷皇家》我和方應分白 我又做小狗 那套戲 又不用穿好衣服 又不用梳頭 又不用化妝 我最喜歡那套戲 Migo 講了這麼多往事 明天最後一集的《你我話當年》 Migo 還會和我們分享一下他的童年趣事 記得準時收聽